小福 傲求受呼叫小福 小福快回答 糟糕 小福不玩的陆地海洋或空中都有一套 但是意外常常会发生 在遥远的岛屿上孤立无援 毫无头绪的迷失 帮你游走什么深处愿生 好朋友都会这么做 这太棒了 快来呀 小海龟 别动 这样我才能给你拍照 傲求受呼叫小福 呼叫小福完毕 傲教授等我一下 很快就好 时间到了 小福 只要再靠近一点 小福 我的仪器显示 你现在跟珊瑚礁边缘的距离非常接近 就是这样 哦 小福 你听到了吗 笑一个 哈哈 拍到了 好了 傲教授你说到哪儿了 我说 我说 不要离开珊瑚礁 为什么 因为你会被冲走的 广阔的海洋中有非常强劲的洋流 快点掉头啊 快点 哦 对 好主意 好 掉头吧 小福 你快点 离开那里啊 哦 我很努力了 哦 我想我被卷进洋流里了 哦 小福 我逃不出去了 救命啊 救命 小福 哦 天呐 小福 快回答 小福 糟糕 小福失踪了 唉呃 哦 哇哦 哦 啊 哦 糟糕 哦 天呐 这可不妙啊 傲教授呼叫小福 你听见了吗 完毕 我听到了 奥教授 我听到了 感谢老天的 你没事吧 应该没事 但是我的引擎出故障了 天哪 这个嘛 那么我们只需要 等一下 那是什么声音 快看你的医疗版 糟糕 我的氧气存量下降得很快 糟糕 氧气泄漏了 夏丰 我们必须让你离开那里 最好在氧气告急之前让我离开 我联络猪小妹 我看看能不能找出哪里漏气 对 提起来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 奥教授 呼叫朱小妹 朱小妹 奥教授 我在这 感谢老天 怎么了 是小福 他的潜水艇出现破洞 氧气快要跑光了 奥教授 别担心 我不去救他的 拜托 快点 奥教授 小福在哪 他就在 等一下 我也不知道 天哪 奥教授 别紧张 我去找线索 我准备出发 好 好 非常好 朱小妹出发救援咯 奥教授 呼叫小福 你堵住破洞了吗 没有 破洞一定在某个氧气槽的外面 天哪 现在该启动 B计划了 你有计划吗 没错 没错 我们会找出你在哪里的 我的定位器坏了 是吗 我想应该是吧 别担心 我想我的水下摄影机还有电 摄影机出发咯 现在我们看看能看到什么 真棒 摄影机在工作了 你看到了吗 奥教授 对 不过我只看到沙子而已 先等一下 那是什么 沙鱼 那不是普通的沙鱼 那是一条双济沙 太棒了 我得赶快给他拍照了 不行不行不行 你应该求救才对 可是奥教授 小福没时间了 你的氧气快用光了 双济沙当然很有趣 但是我们需要其他线索 才能找出你在哪里 对 我想你说的没错 下次见了沙鱼 哦 天哪 小福 还有线索吗 我还在找 嘿 你看他 哦 是他吗 没错 是鲸 一头坐头鲸 一头坐头鲸 哦 好多坐头鲸啊 你看那里 哦 看到了 天哪 那是小宝宝 真的很酷 对吧 对 那的确很酷 因为坐头鲸就是关键线索 让我把信息输入电脑里 我们有双济沙 还有带着宝宝的坐头鲸 小福坚持住 猪小妹 猪小妹 是哥斯大林家 快点 我马上过去 小福 好消息 猪小妹在路上了 太好了 小福 我只是 有点 怨 我觉得 呼吸 困难 天哪 天哪 小福 你在哪 小福 你在哪 小福 我找不到他 他就在海里的某个地方 对 可是 在哪 他躲在一大片海水下方了 小福 等等我 小福 好消息 猪小妹就在你的上方 万岁 快 快 你可以发个信号让他找到你吗 没问题 奥教授 我只是必须 休息一下 小福 你没事吧 小福 糟 快 快 小福 快 我知道你就在下面的某个地方 给我个信号吧 等等 那是什么 是小福吗 我们再靠近一点 是座头鲸 小福一定就在那里 快啊 猪小妹 我跟小福失去联系了 谢谢座头鲸 好 我们开始钓鱼了 好 稳住 稳住 抓住了 上来吧 小福 没错 太好了 很好 现在我们给潜水艇关一点空气 伸出氧气紧急供应管 好 奥教授呼叫小福 快回答 拜托小福 快回答我 小福 糟狗 我就知道你们会找到我的 小福 王蜂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谢谢你们 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 当然了朋友 我们走 哈哈哈 哈哈 小福回来了 真是惊险啊 在紧要关头 多亏坐头鲸提供了小福的位置信息 使朱小妹迅速找到了小福的潜水艇 在博学多时的傲教授 和机智勇敢的朱小妹的努力下 又一次成功救援 坐头鲸性情温顺 有回游的习性 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鲸类 但也是海洋当中 当之无愧的庞然大物 体型肥大臃肿 体重有25到30吨 坐头鲸是一种有社会性的动物 性情十分温顺可亲 它们会相互触摸来表达感情 坐头鲸在海面缓缓游动的时候 身体的大部分会沉在水下 远看就像一个自由漂浮的小岛 好了 下面要请同学们回答问题咯 问题一 坐头鲸的主要食物是什么 坐头鲸的主要食物是鳞虾 最爱吃的就是小鱼和小鲜 它应该吃鱼类或者肉类 然后还有比如说带鱼什么的 我估计它 我觉得它都会吃 先是什么鱼什么虾都吃的 不过我感觉它吃的虾最主要的是鳞虾 正确答案是 这种庞然大物 以体长还不到一厘米的鳞虾为主要食物 此外 还有鳞鱼 毛鳞鱼 玉鸡鱼 等等其他的小型鱼类 问题二 请猜一猜坐头鲸的身体长度大约多少米 雌性大概有十几米长 雄性有十五米长大约 它们雄性的体长大约在三十五米左右 雌性在三十米左右 雄性的坐头鲸应该是三十米左右 然后雌性的坐头鲸应该是二十八米左右 我觉得鲸鱼雄性应该比雌性大一点 雌性大概有十五米长吧 然后我觉得雄性应该比雌性大 那么就是二十米左右 我觉得雄性坐头鲸应该十五米左右吧 然后雌性坐头鲸大概稍微短一点 十二米左右 这些答案是坐头鲸成体的体长 雄性大约十三到十四米 雌性大约十五到十六米 最长记录啊 雌性是十八米 问题三 坐头鲸是怎么吃食物的 牵到一只小鱼然后慢慢游过去 然后趁它不注意的时候把它给吃了 先把这些食物和夹杂的一些杂物都先一起吃进去 然后通过一个过滤网把这些杂物都先过滤出去 然后剩下的食物它就可以吃下去了 游一会儿然后找到食物了以后 会像一个吃货一样 狼吞虎一样的把它抓住然后吃掉 我觉得它是先把小鱼小虾人通海水一块儿吞下去 然后再通过它特有的气管过滤器 然后再把海水过滤出去 这样它的嘴里就只剩下鱼和虾了 应该先把鱼虾赶到一块儿去 然后再用蒙气泡的方法 让它们没法往旁边跑 这样子就可以让头鲸先开始 一口一口地把它们一群地吃掉 这些答案是 做头鲸进食的方法也很奇妙 首先是冲刺式进食法 将下额张得很大 侧着或仰着身子朝虾群冲过去 然后把嘴闭上 下额下面的褶皱张开 吞进大量的水和虾 最后将水排出出去 把虾吞食 第二种方法叫轰杆式进食法 将尾巴向前弹 把虾赶向张开的大嘴 这种方法适合 林虾特别密集的时候 第三种方法 是从大约15米深处 做螺旋形姿势向上游动 并吐出许多大小不等的气泡 使最后吐出的气泡 和第一个吐出的气泡 同时上升到水面 形成了一种圆柱形 或者管形的气泡网 像一只巨大的海中蜘蛛 编辑成的蜘蛛网一样 把猎物紧紧地包围起来 并逼向网的中心 它就在气泡圈内 几乎直立地 张开大嘴 吞下